大家好,我是李卓鋒 美元在1月份見到一個明顯的下跌後 踏入5月份持續著偏弱的水平 前兩個星期的說法 見到美元是較偏於淡的 見到跌穿92後 去到4個月以來的低位 今年已跌了1.5% 正體美元今年首季或第二季 總體美元亦相對強差人異 非美貨幣全線亦上升 看過去一個星期的數據 包括一些職業數據、利售數據 甚至最近推出的PMI 即是生產力的採購經理指數等等 見到美國方面打完疫苗後 慢慢見到成長 有一部份投資言論說 如果疫情過了之後 即是美國或英國的禁止 可以再全面地開啟 應該的通脹會再上升 但我的看法有點不同 我的看法是反而當全球經濟開始 在貿易上的開展 其實應該物價有機會會回落 包括股市也有回落 最大的原因是 現在的勞動力 或者是上工或者製造的人數 其實持續於偏低水平 令到產品出口屬於較低的增長率 或者和常態化都是較低的 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留意到船期方面 其實船期方面 這段時間 由於很多地方都落單了 令到船的貨運價 由平時的兩千多美元一個貨幣 達到一萬多美元 其實升了四至五倍 反映了船運上高 班辭是不足夠的 所以當經濟好時 其實大家更加不需要憂慮 通脹問題 我會看回 昨天看到聯署局 有很多官員都說 未來這段時間 經濟雖然慢慢轉好 但在通脹方面 是不需要太憂慮 所以看到隔晚 所有微博的債息 都是全面下跌 這個都會再做 就更加推低美元 在美國方面 說出一些委員 比較夾派的言論 估計美元美匯指數 有機會再試一下 9.35%再低一點 即是試一月的低位 非美貨幣甚至 在急跌的一些 虛擬貨幣 包括Bitcoin、Dogecoin等 HRP等主流貨幣 我們都見到它試了近期 今個月上次急跌以後的 一個雙低位 昨天普遍反彈9-15% 在美元下跌之下 有可能短線 資金又會回到一些虛擬貨幣上高